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为周一至周五更新 他还被搬上舞台 制成唱片 拍成电影 可于中国青年人来说 小王子也是70后嘴里的炸浆面 80后心中的初恋 90后眼里的文艺法 00后只见了屏幕弹 据2015青少年阅读报告显示 小王子在2014年至2015年 少儿类文学销量排名第一 如今他仍是最受欢迎的儿童故事书 同时小王子也被众多诚人喜爱 如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所说 这是一本写给大人看的童话书 最明显的例子是 一名前纳粹飞行员李佩特在一书中称 他可能在1944年 击落圣埃克苏佩里驾驶的飞机 作为喜爱小王子的读者 他非常后悔当年的行动 其实小王子是本简单的书 字数很少 无论哪个版本都显得单薄 但这对于儿童来说特别易读 书中描述了小王子在星球间漫游 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充满了传奇色彩 符合儿童阶段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心理特征 另一方面 小王子隐喻了许多被喧嚣的生活表面 掩藏的人生哲理 这些隐喻涵涵盖了友谊 爱情 责任 真善美等等方面 他也指引着成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心灵 埋葬着法兰西精神之父福尔泰 和卢梭的巴黎先行词 向来不容他人跻身 却在一面剧著上 鸣刻着小王子作者的名字 圣埃克苏佩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